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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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過心的溫暖 沒有想要誰償還 沒有人願意孤單 所以希望每天都圓滿 曾經勇敢的承擔 現在不會成為負擔 沒有人願意轉彎 所以越走越心安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絆 風雨多變幻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 那麼燦爛 喔 攜手那麼難 不怕有牽絆 風雨多變幻 好在有你陪伴 喔 長夜那麼寒 回憶好浪漫 愛得再平凡 生活再平淡 最後依然 那麼燦爛 今兒是周三 這禮拜五 你說要去日本 何順生 我就不明白 你怎麼那麼不願意跟我待在一起啊 你這話說的 我哪天晚上沒回家沒跟你在一起啊 那是無效時間 你回家幹什麼呀 睡覺 打呼 那咱們現在呢 現在這叫什麼呀 現在 那你是躲不開 就這麼一辦公室 你上班我就來 你沒地兒去 海莉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別這樣盯著我 可以 你得讓我滿意了呀 你說 怎麼樣才能讓你滿意 像別人的老公一樣 一起聊個天 吃個飯 溜溜彎 上菜市場買個菜 看看電視什麼的 不是 是不是特別疼啊 啊 要不然去醫院吧 去醫院幹嘛 拍片子 拍片子 對呀 拍片子就是為了確診啊 那以前沒片子的時候 是怎麼看的病呢 所以以前的人 壽命就不長 你呀 就是不相信科學 相信科學 就得科學 花好多冤枉錢 那也比有的人 總把這冤枉錢 花在結婚和離婚上搶呀 你說呀 你怎麼沒話了 一個女孩 老這麼咄咄逼人的 不好 你別動我別動我去 好 海強 您稍等一下 我幫您叫令老師 誰呀 你姐 好像又出事了 喂 重一點還是輕一點啊 輕重都合適 合適吧 專不專業啊 哎呦太專業了 哎對 嗯 柳燕給你找的那男人 怎麼樣啊 我沒見哪 你該見還得見 為什麼呀 你急什麼呀 你是不是特別怕我嫁不出去啊 你啊 你是不是特別怕我嫁不出去啊 你是不是特別怕我 秋美 我可不能娶你 我只要你愛我就夠了 嗯 嗯 我只要你愛我就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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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呢 哎 喂 姐夫 你在哪兒呢 嗯 啊 是是 我剛剛跟你姐半兩句嘴 我這出來散散心 沒事了沒事了 是你跟你姐說吧 啊 我哪兒也不去了 票我都退了 啊 真的沒事 啊沒事我馬上回去 我啊 我正按摩呢 哎 掛完啊 我小舅子 令海強 我跟你說過他 柳燕的前夫 嘿 你還真知道 柳燕是我的頂頭上司 不是你說的嗎 半君如半虎 讓我小心點啊 你這叫小心點啊 你這叫打探你上司的隱私 你離死就不遠了我告訴你 哎 我這是為了更好地了解他 以便更好地為他服務 哦 那你跟我說說 你都了解了什麼 搜集情報階段 你向我匯報匯報 都搜集了什麼情報 好吧 柳燕呢 把公司的布展業務 全都交給了你 嗯 而布展業務中 圖片項目 都交給了你的小舅子 令海強 對 你們在業務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所以說你輕易地不能得救你的小舅子 儘管她跟柳燕已經離婚了 但是關係還在那兒 對吧 我的情報你給我打幾番 哎呀 嗯 九十分 這麼高 滿分一百八 還沒及格呢 你怎麼這麼空門啊你 能不能多打點 多打點 重新打 多看 不准看時間 你是不是要早點走啊 對 那你走吧 啊 啊 我這次是去日本陪訓 你就別去了 就算你去了 我可能也沒時間陪你 嗯 嗯 嗯 好啦 快走吧 別讓你老婆著急 那你包包包阿湯 我自己喝 對了 我這樣 我明天給你卡里打點錢 你中午查一下啊 不用啊 哎呀你聽我說嘛你 看同一回出國 窮家富露 老話怎麼說的 對不對 用完再還給我呀 嗯 嗯 那我走了 我走了 爸 姐 話說回來了 我要是你老公 我都跟你離八回了 你別跟我說這些沒用的 我就這脾氣 年輕的時候比這還差呢 那個時候他怎麼受得了 現在他受不了了 我跟他過了半輩子了 風里雨里的 操心 受累 擔驚受怕 求人 看人臉色 什麼什麼我都熬過來了 零了零了 他給我來這出 他看錯人了 看他呀 就有倆錢給燒的 是啊 他現在是有倆錢了 所以你不能還把他當三孫子似的管著 你也不用勸我 咱也不用求他 我跟柳燕不一樣 人家柳燕有志向 拿結婚離婚不當回事 我這個人啊 這輩子就沒什麼志向 就只想著跟你姐夫能白頭到老 他要對不起我 我就只能對不起他了 海強 以後咱媽你就多照顧著點啊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明白 以後 你把媽照顧好就成 那你呢 他外面不是有人了嗎 我得把那人找著呀 嗯 然後呢 然後 他要是懂事的話 就給我滾蛋 他要是不懂事 那就對不起了 我反正也五十多了 我就給他拼了一命 我也賺了 咱不能真這樣 你把媽托付給我了 你閨女呢 閨女現在在國外上學挺出去的 咱不能真這樣 那我怎麼辦 我就受著 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這窗戶開的 你怎麼不從這兒跳下去啊 不就解決了嗎 我 你這麼大的人了 遇到事一點兒都不冷靜 我要怎麼冷靜啊 我現在是不是要把律師叫過來 先紛紛猜著 然後再看看能不能過 不能過就離 我憑什麼離啊我 我要離了不正隨的他的心思嗎 我憑什麼 現在還不到這一步 好 那我就眼睜睜地看著這一步 走過來 所以要先跟他談嗎 我跟他談 好嗎 好嗎 這樣 我陪你回家 晚上 只要他回來了 我一定跟他談 好不好 好 慢點兒 我學的真有戲 特別有戲 真的啊 你知道嗎 就這個面試官 就我那個老鄉我跟你說過 上回我考比是不是 他說我第一名 今天就是他考面試 問的問題太簡單了 你說問什麼 你為什麼留北京 然後什麼你這個 以後有什麼打算 什麼對這個薪水有什麼要求 你說這都什麼問題 那你怎麼說的呀 我怎麼說 當然你說我特別喜歡北京 是不是 我的理想就是 在北京為醫學的事業做出貢獻 我對薪水沒有要求 你怎麼能說你沒要求呢 看你 我能那麼傻嗎 我當然想你了解好了呀 像我這樣的只要一進公司 不輸一兩年 年薪二十萬 二十萬 有點出現 真的 我跟你說啊 像我們這樣的 待個兩三年 二三十萬很輕鬆 你幹到中層 你四五十萬了 真的 真有點餓 好 就是發明面呀 先點不點吧唄 又求美 喂 不行 我今兒都過不去 我正幫著建軍搬家呢 那好吧 拜拜 其實我覺得吧 秋梅也挺可憐的 好像這人必有可恨之處 他是真的喜歡那個男的 廢話 我還喜歡錢呢 我能去搶銀行嗎 你喜歡就可以不要臉呀 再說了人家都是有老婆的人 你跟人家那兒 叫什麼呀 秋梅沒有不要臉啊 他其實也挺痛苦的 嗯 是 他是痛苦 他痛苦沒把人弄得家破人亡 我跟你說 現在這男的人都不傻 也跟他玩玩 他還真覺得好像 都為他那個 這這這這 泡頭顱撒著血呢 所以我才覺得 其實 最傻的是秋梅 對 他傻 他可一點都不傻 他算得清智呢 我告訴你 你以後少搭理他 聽到沒有 這不是租的 對了 他這不是那個 找上這個大款了嗎 你讓那個大款 趕緊現在給他買房 買車 趁著還對他這個 感興趣的時候 你別老給他住在 你這令海立的房子裡 說了你 我這天天擠著令海牆這地方 不是個事兒 據我所知 好像他已經交了一年的房租了 誰給他交的 誰給他交的 錢交 因為沒錢讓房東趕出來了 現在房租交上了 還交一年的 你說他傻嗎 他算得清智呢 我告訴你 你這怎麼說來著 你吃得了咸魚 你就得挨著住那渴 他給人當二奶 他就得忍受到那寂寞 什麼叫二奶啊 他就得排在大奶的後面 什麼事就先緊著大奶來 他才能輪到他 還說你啊 你別老是動不動 他給你打個電話 你就劈勒劈勒過去 憑什麼他給別人當二奶 他寂寞了 你又得給他當三陪啊 你這怎麼那麼不善良呢 什麼叫我不善良啊 我這是愛憎分明 反正你以後你少搭理他啊 在一起選不了好 將來 你回來了 什麼時候回來的 早回來的 給你打電話怎麼不接呢 海強來了 我累了睡著了 有什麼事嘛 海強你回去嘛 你先回去 你干什么你 我怕你冲动 怕我冲动 不行 我得跟他谈谈 小家伙 怎么了 不碍事吧 没事没事 你把他给我叫出来 我跟他谈谈 他累了 你能不掺和我们家事吗 我不掺和你们家事 这不是你刚哭哭啼啼的 让我给你做主的吗 我是让你打听清楚 那个小狐狸精的事 你得分清楚敌我是不是 他是我老公 是咱们要拉拢腐蚀的对象 清楚了 你们俩干嘛呢 吵吵吵吵的 没事 海强的腰扭伤了 怎么还把腰给扭伤了 要紧不要紧呢 我开车送你上医院去 不用不用 不碍事吧 不碍事吧 你说不碍事就不碍事 海强 真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好 海强怎么了 这么要给伤了 怎么伤呢 你别管 真得给你弟弟找一女人喽 这文管男的女的 长时间身边没个伴啊 还真不成 你真不知道我弟弟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 他要抽你 他要抽我 哎 我对他比对我亲弟弟还亲的 他 他要抽我他凭什么呀他 少装糊涂 不是 我装什么糊涂啊我 哎 哎 那牧童 是海强穿的你买的是不是 我说他有病啊他 真成呢真是 陈生 你给我说实话 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 海强跟你说我在外面有人了 不是 我告诉他的 你 我外面有人你 你脸上光彩呀 你还告诉他 你瞎猜忌什么呀你这是 你外面真的没人 我告诉你利海利 捉贼拿丧 好 你说的 行行行行行行了 哎呦 这一进家就这一套 能让我歇会儿吗 我求求你了 你甭求我 我求你行吗 春生 你给我交个实底 你要想离婚 一句话 我明儿就陪你去 你说的真的 真的 君子一言 什么马都追不上 你 你说吧 怎么着 那我可就说喽 说吧 别折腾 好好过 阿丽 我劝你上医院去看看 你这更年期真的是挺严重的 你说你 你过去哪像现在这样疑神疑鬼 啊 去看看吧 找那个什么什么 公华大夫让给你找一专家 哎呦 我这真的是更年期啊 你自个儿想想 哎 跟你妈当年更年期的时候有多像 这折腾劲多像 你妈当年要不用那么折腾 这海强跟柳燕不一定能离婚 你爸是肯定不会中风 谈闲子 你就这么闹吧 这么折腾吧 我也快了 我该跟你爸一样了就 那最近我这心头反正又 老是发闷 心脏也不舒服 想去日本打个球 泡个温泉 调理调理 你瞧你的劲儿 行 行啊 从今往后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家里陪你 我陪你 我陪你 你说令海强怎么还不回来啊 他们不会打起来了吗 打起来了 打谁啊 打何春生啊 我妈和我爸吵架那会儿 和大舅 去我爸单位 结果当着所有人的面 给我爸一大嘴巴 一大舅 就是那个得爱症吗 就一大舅 结果你看 我大舅把我爸打了 我我爸呢 就没脸再在那个单位上班了 回来就和我妈离婚了 我妈因为这事 就不跟我大舅说话了 结果我大舅呢 特郁闷 不知道怎么那个得了胃癌 把家里钱全花光了 结果还没治疗 不跟他们走 那我大舅呢 那我大舅妈现在跟我妈 一辈子这事都不说话了 那我大舅妈现在跟我妈 不认识啊 不认识啊 不认识他叫你老公 有一神经病 有一神经病啊 我我我现在当你面骂他行不行 我现在当你面骂他行不行 我现在当你面骂他好不好啊 别别别哭别哭 我我先骂他行不行 他为什么叫你老公啊 你们俩怎么认识他 我根本就不认识 就是网上你跟这玩游戏 不是就聊天就认识 不是就没有见过面 怎么叫都认识 不认识 你觉得我信你啊 你把你俩聊这记住答案 我看看 那你看吧 那没有什么呀 都删了 你看什么呀你 你怎么还真来劲呢你主女 有完没完啊 我没完 没有什么 就是在网上聊天认识 我们俩怎么着都没怎么着 怎么着都没怎么着 怎么着都没怎么着 他叫你老公啊 你说我我我 那我在网上找你老公行吗 不是 嗯 我没哦 你走了 来 你 你 你 喜欢 如果 我 你 把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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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 求你这点出息 你真的想去日本 不想 你去吧 不去 我不跟着 不跟着我也不去 赶紧睡吧 你去不去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高兴吗 你高兴我就高兴 我不高兴主要是因为你跟我不说实话 其实你就说跟那几个哥们到日本玩玩 哪怕不是去泡温泉 是去泡日本异迹 我也不会不高兴的 去吧 去吧 你这真的 真的 去吧 去吧 那我真去了 去吧 还不相信呢 那你要什么礼物我给你带回来 什么都不要 哎呦 喝 喝 怎么了这肚子叽咕噜咕噜的 饿了 那可不吗 没吃晚饭饿的 我给你煮碗面条去 哎行行行 别忙活了啊 别忙活了 去 这肚子饿出毛病来了 我还在大忙活 我不忙活 哎你不咒我两句你会死啊 这好好话你不会好好说你 你 死了 哎呦 磕磕磕磕 磕磕磕 哎呦 哎呦 哎呦喂 哎呦我操我能让你给弄死 哎呦 哎呦 手术顺利吗 那行吧 废坏了吧 待会想吃点什么我请你 我一会儿得去趟实验室 失恋也是生产力哈 哎呦 你这么疯狂工作解决不了问题 哎 没得抑郁症吧 要不要给你开点白油姐 哎呦 人家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再给人一次机会呗 别太宁了啊 我跟你这岁数的时候也跟你一样 宁却勿烂 差一点都不行 现在想想啊 其实挺亏的 应该骑驴找马 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 不偷不抢不妥协 最后呢 连驴都没混上齐 反而被骑驴的人笑话 最可笑的是 连驴都许笑你 说你啊 是圣女也嫁不出去 这帮驴 就欠白欺他们 郭医生 我找一下连结 哦 我去病房 见君病了 躺床好几天了 这书是 你让他找的 说是你写 毕业轮文要用 他把你着急让我给你送过来 那上头 重点的部分他都画了线 驴儿 连结来了 我俩交说你病了 你呀 就不该管他们的事 我是怕出事 现在的小孩都脆弱 喜欢又这么一个儿子 他成天 躺在床上要死不活的 喜欢见天一个电话 我不管能行吗 海强 我今天把话放这儿 建军跟那姑娘啊 吹是早晚的事 现在的孩子 说女孩子能算计 那男孩子比女孩子还能算计 都是一辈子 都怕亏了 那你们家闺女 要是给你领个 啥啥都没有的女婿来 你不上活 我不上活 啥啥没有不可怕 可怕的是 该有的没有 不该有的全有 你说没房子 咱可以奋斗买房子 实在不行 咱先租 就怕你没房子 有一老妈 老妈还一身病 家里边还一堆站 一帮子穷亲戚 这可就不好办了 就跟你刚初娶柳燕似的 你娶了她 又相当于娶了他们家祖宗八代 街坊四邻 那齐欢 说齐天了 又算一发小吧 一站站到这会儿 连她儿子没地方住都找你 哼 你不让她住吧 她仇恨你 说你冷漠 你让她住吧 那我就不明白了 她干嘛不住柳燕那去啊 她又与女朋友见天的过来 你图什么呀 图个洋眼啊 哎 春山啊 啊 什么时候回来啊 好好好 知道了 少喝点啊 哎 好 嗯 你姐夫现在特乖 每天啊 早请师傅汇报的 哎 你腰怎么还没好啊 过两天就好了 去看看啊 赶紧的 要不 我陪你去 不用去 排队挂号 没病都折腾住病 找龚华呀 我找 不合适 那医院又不是人家开的 她也得求人 哎 龚华跟你 就像你说的 我这该有的啥都没有 不该有的全有 人找我出什么呀 不 你这么说 这女人啊 我最清楚了 龚华这岁数啊 能嫁到你这样的 已经不错了 你好歹还是一摄影师呢 说出去也好听 也拿得出手 也带得出去 她呀 就是自尊心太强 你主动主动 你主动点 真是 男人追女的了 人说了 越不要脸越好使 这事啊 你还得听我的 人公法没结过婚 不就想 要点浪漫 啊 享受一下被男人追的感觉 你就给她 又不少什么 不就是每天打个电话 有空的时候吃个饭聊个天 你要嫌在外面吃饭花钱 你就买回去到你工作室去做去 又浪漫 又省钱 我告诉你啊 这凡是花钱买到的感觉 只要钱一花光 这感觉立刻就没了 男人对女人啊 要花心思 这心思到了 感觉自然就到了 知道了吧 那我回去了 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 回头谁还找你啊 真是 那你 那你以后 随时查我 邮件 手机 注票 随时查 还不行吗 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呢 啊 我听李海翔说 你工作找得不顺啊 怎么回事 别拒了呗 你不是说那个主考官是你老乡吗 老乡怎么办 老乡又不是老爸 那你彼时不是考第一吗 那人家得看综合实力啊 什么叫综合实力啊 综合实力 就是除了专业之外 还得有社会关系 这就是综合实力 来 走 综老师不在 来看看进居 综合实力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综老师 我打你电话怎么也不接 你干嘛呢 我打你电话怎么也不接 下回带着点啊 万一有急事呢 那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 我包呢 我拿着 你先请 不要人先过去 我先走了 折腾 瞎耽误工夫 明摆着不合适 这折腾就能折腾合适了 这建军的 别给弄乱了 建军干嘛非要留北京啊 那你当年端盘子 要上纽约端又为什么呢 我能吃苦 他成吗 我认识好多外地的孩子 乙族 好几个人睡大通铺 人家 就这么扎根在北京了 谁都不认识 他成吗 他是 博士毕业 博士毕业怎么了 爱因斯坦 窝在普林斯顿一辈子 那普林斯顿跟曼哈顿比 也算是一个小地方 也不是大城市啊 齐欢给你打电话了吗 嗯 这齐欢啊 一天给我打仨电话 我也能理解 就这么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不想帮建军这孩子 可是现在是但凡好一点的工作 都得求人 要不然找找柳燕吧 她认识的人多 那柳燕又不是那种特爱帮人的人 可她和你妈不是 我妈问过她 说让她帮我找个工作什么的 哪怕你就是给介绍一下 给个面试机会也行啊 她也答应了 可是光答应不办事啊 那问起来的时候 反正总说没事 没问题 是吧 完事以后不是开会 就是出差 反正总在忙 要不就说 人家没有给回话 老有借口 那我妈也不能每天总给她打电话吧 我妈这次来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跟她说 她也硬撑着 但是也老爹偏当话 说什么建军 用不着你发愁 儿孙自有儿孙福 回老家也行 正好陪在你身边 那我就去找秋梅看看 她能不能帮上忙 秋梅她连她自己的工作 能干多长时间都不知道呢 你找她帮 要不然你就问问她 万一她能帮上忙了 那你不问算了 我说我不问了吗 海强 我给你送告要来了 嗯 呦 有燕在呢 啊 干什么来了 我来看看建军 我这有点不明白啊 建军没地儿住 你跟他妈妈关系那么好 情童姐妹 你爸你妈在老家 也是建军他妈给照顾着 那没房子住 住你那儿啊 实在不行 租一个也成 干嘛住这儿啊 你们俩都离婚了 建军住这儿是我答应的 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我跟你说啊 这高药可是人家公医生 让我送来的 我一打电话 人家立马就把高药送过来了 特重视 还跟我说了啊 回头给你找医生 无论如何不能落下毛病 你真找郭医生 假的 郭医生是谁啊 就得了 我去跟他家公医生 如果我来시다 呢 那个城堡医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